关云长武艺高强 只还没有一把称心如意的大刀 于是他将附近装上 打造兵器手艺最好的师傅都请到关架装 老师傅们说 铁酒练成钢 钢酒练柔唇 再练成金 更练成宝 宝刀练制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当练到最后一伙时 天已经黑了 一轮浩月当空 这是天上次有一条青龙经过 被毫光击中 师傅们靠近一看 宝刀已练成 由此得名为 青龙掩月刀 影片开场 工匠正在用香木 精心雕刻着一具香木躯体 与关云长的头颅配在一起 一切具备后 曹操率领文武百官 以王侯之礼 隆重为关云长送葬 曹操心自在灵前拜祭 他说 关云长一搏云天 却落得如此下场 以后还有谁会想道义 东汉末年 皇室的地位飘摇不定 许多野心家都望图独霸天下 曹操是汉师的宰相 势力非常大 他以汉县地为傀儡 来命令文武百官 刘备是皇室宗秦 胸怀天下 势力不容小觑 曹操已经想把他除掉 曹操攻打徐州之时 刘备战败 在众多保护下 他绞心逃脱 但家人并未杀出重围 刘备的结拜兄长关云长 深得刘备信任 负责护送刘备家眷突围 由于敌人太多 无法突围 关云长只能暂时投降曹操 曹操非常敬重关云长 早就听说过他的人意 于是以礼相待 但关云长却身在曹操 心在汉 对曹操的所有示好 都蜿蜒谢绝 此时的刘备投靠袁绍 并挑起袁曹两军会战 因实力悬殊 曹操的大将秦齐 被困白马城 曹操请关云长去解围 关云长为尽快结束战争 无奈出征 曹操让关云长吃完饭 再去斩炎凉 关云长却霸气回忆 杀完再吃 关云长清点了三十兵将 拍马杀出阵营 倒提青龙掩跃刀 驾马飞奔到炎凉面前 关云长手起刀落 一刀将炎凉斩于马下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恶战 没想到关云长一刀解决 这回曹操更加气动关云长 曹操为笼络他 青梅煮酒设宴盛情款待 并趁机想说服关云长 可关云长的回答 还是和之前一样 曹操查知 关云长与刘备未过门的 心切启兰 从小青梅煮马 关云长一直心仪启兰 于是在关云长的酒中 偷偷下了药 想一次留住他 当晚 关云长喝酒后回房 发现启兰被捆在床头 若不是他一直坚定 就让成大错 这时刘备突然派黑衣人 来联络关云长 得知刘备所在之地 关云长下定决心找大哥 立马带着启兰 准备杀出曹营 没想到曹操爱财心切 传手令下去 绝不为难关云长 虽然曹操不发难 但他的手下去 担心放火归山 飞哥传输沿途各官咬 除掉关云长 关云长带着启兰 刚到东陵关 启兰就被守将孔秀接走 关云长未救启兰 拿出青龙掩月刀反击 挟载长将中 关云长守时青龙掩月刀 180度侧身回马刀 女恐秀的长矛展开厮杀 关云长虽记高一筹 但青龙掩月刀在此处 很难发出威力 反观孔秀招招致命 没有一丝懈怠和放行之意 关云长说 他与曹操有约在先 沿途都会放心 但孔秀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只说他是依法办事 要杀关云长命的 是皇室 内心只想着尊崇皇室命令 为了他才不得不与关云长为敌 话到此处 关云长也不再留情 他把握刀之处向上加了几寸 瞬间 长刀变短刀 原本有兵器之短的关云长 这下才发挥出实力 没过几招 就解决了孔秀 救出了启兰 两人又来到洛阳城 关云长被守城的好兄弟 韩服是独针暗算 关云长不得已又大开杀戒 倒提青龙掩月刀 缠眉直竖 挥舞着82斤的青龙掩月刀 挺枪接战 抖了一百余和 胜负难分 虽关云长已身中独针 但杀气不减 重兵士也不示弱 甲骤在身 盾牌不振 更具战力 关云长出手动作的极快 不一会儿又杀了几十人 最终因中毒太深 晕倒在地 启兰冒着生命危险 将关云长送到郑国寺治疗 关云长刚复后 为了让启兰安全离开 独自引开曹军 一人独闯以水关府衙 却中了曹军守将便洗的埋伏 在围困中 关云长一人面对上百人 再打开门 以水关线衙已经血流成河 另一边 曹操得知关云长身陷困境 决定亲自护送他出关 关云长行至营阳城 城中却空无一人 原来 百姓听说关云长杀人如麻 都恐慌地躲藏了起来 一督太守 王芷拦住了他 关云长被逼再行杀戮 王芷死前告知 启兰已被他截下作人质 面对无辜百姓 关云长左右为难 正犹豫时 曹操的大将张辽 帮助关云长救回启兰 曹操也前来护送关云长 还再次劝说他留下 还保证安全护送以兰回家 关云长为了以兰的安全 这才答应留在曹营 以兰担心关云长和曹操联手 会成为刘备的劲敌 以兰假装向关云长表白 想要劝他放弃 关云长知道 以兰并不是真心的 一口回绝 以兰无奈 不得已以自杀为邪 情急中关云长救下自杀的以兰 但以兰为了阻止关云长 投靠曹操 用匕首刺伤了他 此时埋伏的曹军 方案竟想要杀关云长 却意外杀死了以兰 大雾弥漫的丛林中 秦奇手持弓弩 他带着手下 对关云长进行天罗地网般的伏击 关云长像一个急速战士 用灵活的身法 不断折线快速突进 当关云长发现秦奇 禁止杀害自己的杀手时 心中充满了绝望的愤怒 关云长发出咆哮 真的要杀关云长吗 而秦奇无奈叹息 黄命难违 曹操想让关云长平安离开 汉森帝却突然出现 原来截杀计划都是他一手安排的 关云长得知是皇帝干的 准备杀了他 曹操团阻住自己对皇帝的愤怒 劝住关云长 并承诺定天下后 必先杀了皇帝 曹操到诚心 感动了关云长 曹操虽想称霸天下 却更想让百姓安乐 这样的人 关云长不会舍弃他 最终关云长还是放下了兵器 只为战争可以平息 但最终曹操却没能留住关云长 关云长由麦兆辉 庄文强共同指导 甄子丹 孙丽 姜文等演员主演 主要讲出了在曹操大败刘备之后 二弟关云长为保护嫂操安危 被迫降曹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 此电影上映后 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说他是商业片 在这群和人物上都不符合认知 甚至有人重新起名 曹梦德 因为在主角的刻画上 明显是失败的 因为看完大家更喜欢曹操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部剧是不成功的 但是从武打而言 甄子丹的加入绝对加了不少分 当他每次拿起青龙演乐刀 看得让人不舍得快进 喜欢武打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原片 再说到关云长 他的慈悲甚是可悲 明明是一匹狼 却有着羊的心肠 而天下却是狼的天下 他是为悲情英雄 在满是萧雄的乱世中 不但拯救不了苍生 连自己的命都没保住 今天我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是那些披着羊皮的柴狼 害死的官女 造成的一款 不及的 我也不愿意 刚才是